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特朗普在今天 被轉送到軍醫院特別病房進行治療 在下午時 他在Twitter上寫了一條貼文 交代自己的情況 他認為自己的進度很好 多謝大家的關心 白宮醫生說 特朗普目前 是不需要依靠任何氧氣輔助 而他入院後 也馬上復用了新藥 瑞德西偉進行治療 所以大陸的小粉紅 不需要興高采烈 開心得這麼交關子 看來這次特朗普只是輕症 休息三幾天就會復出 與此同時 特朗普本人也不是省油的燈 無厘頭弄了一件結事給他享受 以他的性格 當然不會就此罷休 說事前那時快 美國移民局就發佈了一份非常重磅的政策通知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今天就發佈了一份政策通知 裏面就說到 說相關的政策指引 是根據美國國會所通過的議案而提出 目的就是要保障美國的國家安全 免受威脅 通告還提到 除非是獲得豁免之外 任何巨有或曾經巨有 共產黨 或其他極權政黨黨員的身份 或者是相關隸屬組織的成員身份 都不會獲得辦理移民申請 因為共產黨 以及其他極權政黨成員的身份 和美國的歸化宣誓不符 而且也是不相容的 事實上 美國移民的話 一定會問你一條問題 到底你是否是共產黨員 十個有十個都說自己不是 如果答是的時候 根本上就不符合資格移民去美國 問題就是 一直以來對於移民申請者 是否具有黨員背景 那個審查一向都是很寬鬆的 純粹就靠那個移民申請者 自己來申報 但是現在既然移民局 落了這份文件下來的時候 就即是說 他們是會 相當之嚴格地來去審查 當然有些人就質疑 你怎麼知道誰是誰不是 九千幾萬人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這些人 其實就是低估了美國中情局 他的情報網絡 若然一個人有那麼多資產 當他去提交移民申請的時候 當然會問他拿一些資料 究竟你是姓什麼名什麼 住在哪裏 以及做什麼 對不對 一旦有了這些資料以後 批語不批那個審批權 就在於移民局 人家覺得你有可疑的就不批 對不對 所以絕對是不需要擔心的 而且 他實行這個文件的時候 就算偶然間真的有漏網之餘也好 美國當然會有他的補救辦法 比如說設立一個舉證系統 使人來去舉報 放鬆的就是 現在這個 時間點實在是太過巧合 對不對 特朗普剛才說中招 移民局立刻就出了這個絕招 你說 算不算是一個大報復呢 我就當是 當然 是與否就見仁見智 可能是巧合也不一定 綠合彩也有其他人中 又不見我和你中 即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可能你中了我不知道 不用告訴我 不過就是說 現在這個政策出台 其實 比起美軍去做什麼軍事演習 待會又不知道什麼MQ9 那些東西 效果來得更加之大 因為這次所直接影響到的 就是九千多萬個黨員 而且根據這份文件的字面理解 不但只是現時的黨員不行 他說has been a member 即是曾經是都不行 而且不單是說共產黨 他還說那些 分支機構 附屬機構 那些成員都不行 我想這次 正如紐約時報 七月所說的數字一樣 起碼牽涉到兩億多人 而且美國移民局剛出台的這份政策文件 很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因為現在他所說的 只限於黨員身份的人 沒有提及到他們的親屬 真的沒有說 文件裡面沒有寫 到底為他下一步 會怎樣做這些安排 又或者是 目前已經在美國取得了公民身份 但是仍然是保留著 黨員資格那些又會有什麼後續安排 在文件裡面 同樣是沒有提及到的 但是我相信 美國政府就不會 就這樣放下不管 因為他既然說到 黨員是不能夠移民的時候 有些入境的那些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退黨 還是要怎樣做呢 其實黨員 你說去移民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笑話來的 證明了這傢伙 是說一套做一套的 做人最重要是什麼 是標準要一致 一以貫之 要知行合一 對不對 嘴巴裡面 就不斷叫那些愛國口號 實際上就無時無刻想著 交腳想著走資 這些是什麼人來的呢 所以之前 中共說要打擊那些 走資的黨員 做得好啊 賺了錢就留在大陸 為什麼要走資 為什麼要移民呢 更何況就是 這幫傢伙 在隱瞞了自己 黨員身份移民去美國的時候 往往就不會擁抱美國的核心價值 比如說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等 反而就是做一個離岸的愛國者 愛的就不是美國 而是中國 請問這幫傢伙到底入籍美國為什麼呢 是不是純粹為了自身的安全 和資產的安全呢 既然說到自己這麼愛中國 就應該留在中國 去到美國口裡又叫愛中國 究竟是愛什麼呢 其實這幫傢伙都不是愛中國的 他只不過是愛人民幣 愛利益 愛錢 根本上就是 去到美國生活的時候 又不願意切斷和大陸的利益的關聯 他不斷在說自己愛國 不斷在揮舞五星紅旗 你揮舞五星紅旗應該在中國那裡揮舞 怎麼會去別人那裡揮舞呢 你能不能說通呢 所以 美國有這個政策出台 那些人就要思考一下 到底應該怎麼做 不要一直在說要向香港人灌輸愛國教育 灌輸什麼教育 你灌輸來幹什麼呢 你自己都做不到 也沒有說服力啦 是不是 愛國 嘴裡喊得最大聲的 就跑得最快 浪費 然後再說一下 胡錫進 他在微博上又寫了一條貼文 關於特朗普的 當然是 他說 無論特朗普政府之前在疫情問題上 怎樣攻擊中國也好 當特朗普作為一位老人感染病毒並且出現症狀入院治療的時候 同情他 祝願他和他夫人能夠度過難關就是普世的人之常情 不要在這裏貓哭老鼠啦 老虎是不是呀 你昨天才抽完他的水 跟著人民日報不抽他的水 外交部不抽他的水 現在你又說慧文他捉完他 用不著你捉完呢 剛剛先 寫到最後 他還為著大陸的小粉紅在這裏幸災樂禍而說漢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中國民間對於美國越來越極端的對華政策 尤其在疫情上向中國潑污水是有很大情緒 是很自然的 不過他就希望網絡上那些人 在特朗普感染病毒這件事件上保持克制 這樣的克制 在信息高度全球化的互聯網時代是會被注意到的 並且還會產生積極影響 那你浪費了 整班人都已經是興高采裂了24個小時了 現在講完講靜又出來勸人 不要說了要克制 你都表達完了 是不是 講完之後才在這裏裝作 你真是已經被人翻譯了做英文了 麻煩了 然後他就說 當然從外界來看 沒有人有權利對中國民間說什麼 做什麼 指三道四 那真是好笑 如果是這樣 每個國家都不需要報國際新聞 是不是 你老虎就去說別人的Black Lives Matter 是不是 別人關你什麼事 別人的示威 你又評論一番 別人評論說你這班有幸災樂禍 有些小粉紅 那你就叫別人不要指三道死 這些雙重標準 是不是 而且你現在才叫別人說不要亂寫 為了浪費了 特朗普看在眼裡 肯定就點滴在心頭 所以 為什麼這個移民局出的那份文件那麼快 到底是不是跟特朗普中招有關 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 你老虎就繼續說 這些東西你多說一些 笨 一日未開票箱都不知道誰輸贏 特朗普連任四年 這次就好看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